那學的主席 麻煩有請次長 有請吳次長 吳議員好 次長好 今天討論地方制度法 雖然是有關乎我們原民的同胞 原民的夥伴 他們有關於議員席次的問題 不過當我們在討論地方制度法的時候 跟我們整個國家的發展 區域的規劃 息息相關的 就是各個縣市 乃至於都 在地方自治的單位上 我們要怎麼劃設的事情 有一個我覺得是非常嚴肅的問題 但這個嚴肅的問題 隨著選舉的炒作 浮上檯面了以後 現在似乎沒有人要提了 也就是竹竹 新竹市 新竹縣 合併 民進黨 政府 還要不要再推動 我們先回顧一下 2021年9月6號的時候 前新竹市長林志堅 接受媒體專訪 大篇幅的倡議 新竹市跟新竹縣要合併 這個只是林志堅他個人的意見嗎 看起來好像也不是 這個時候 民主進步黨的府院高層說 這個竹竹合併 要由中央 由上而下 來加以推動 來請教一下次長 這個政策的目標 跟這個政策的方向 有沒有任何改變 包圍 有關於這一個合併要升格為直轄市的部分 現在有兩個機制 一個是由上而下 一個是由下而上 這個我知道 對 一樣的事情就不要再講了 我已經點出來啊 當初府院高層民主進步黨政府啊 說這個是要由上而下 來加以推動啊 所以我才問你 政策立場有沒有改變啊 目前這一部分沒有 沒有 我這邊沒有去接受到說 這個政策有改變 喔沒有接受到這個政策有改變 好那非常的好 那從2021年到目前為止 2024年啊 蔡政府已經要下台了 那既然政策方向沒有改變 那過去這兩年多具體而言 請問你們做了什麼 還是只是 在媒體上面放話 配合選舉炒作 實際上什麼事情都沒幹 如果 政策方向沒有改變的話 那你們就有必要具體的告訴國人 針對足足合併 由上而下推動 政策方向沒有改變 那請問 我們的主管機關做了什麼 法委 不管是由上而下 或者由下而上 都必須要尊重 這一個民意 這一部分你一定 這不是我的問題 我問你的是 你剛說政策方向沒改變嘛 由上而下嘛 足足合併嘛 我的問題是 這是在媒體上放話 還是有具體的作為 所以我請教你的是 過去這兩年多 你們具體的作為是什麼 你現在 現在 因為我們現在也正在推這個 行政 規劃的程序法 現在在推這個 那目前 你們在推行政規劃程序法 好 目前推動的進度如何 現在在行政院那邊審查 你們行政院快要下台了 行政院還在審查 他審查也有提供意見 給我們要補付資料上去啦 對啦 所以我就說嘛 你們行政院519就要下台啦 結果現在還在打高空說空話 說你們在規劃 行政區域劃分法 這不是很可笑嗎 除了你們還在演你的 行政區域劃分法以外 你剛說政策方向沒有改變 由上而下推動沒有改變 你還是沒有回答我的問題 具體而言過去這兩年多 中央政府做了什麼 我要的是中央政府做了什麼 請告訴大家 你們如何推動 這個方向沒有改變的政策 過去兩年多做了什麼 請告訴大家 所以這個就為什麼 剛剛跟委員報告 就現在我們在推這個 這個行政規劃這個程序法 只要這個完成之後 大家就有法院的預計 來處理這個問題 所以顯然嘛 在蔡政府519下台以前 這是不可能完成的嘛 我有沒有說錯 以這個進度是 的確是這樣 對嘛 所以從頭到尾 你還是在講空話 我問你具體做了什麼 也不是空話 那時代有在推嗎 那519之前可能提出來嗎 也不可能嘛 從頭到尾就在講空話嘛 我說的不對嗎 如果我說的不對 請您具體指教 您做了什麼 是全體國人不知道 我沒有 我疏忽沒有注意到 就大聲的告訴全體的國民 我們內政部 針對2021年 由上而下 政策方向沒有改變 我們足足要合併的這件事情 到底做了什麼 報文 我剛剛特別講 就是來法令的完備上 現在正在做嘛 那 除了這個由上而下的話 你由下而上也可以啊 也不一定要由上而下 沒有關係 所以我一開始就定調嘛 我就不喜歡 你們在回答問題的時候 不針對問題回答 東拉西扯 扯一些沒的 就只是要掩飾一件事嘛 掩飾什麼事 這從頭到尾就是為了選舉的炒作嘛 什麼時候關心過新竹市新竹縣 真的關心嗎 真的關心是這種作為嗎 選舉熱度過以後 想要幫小智解套失敗了以後 就什麼都沒有做嘛 這才是現實啊 為什麼今天要在地方制度法的時候 提出這個質詢啊 任何政黨 都有可能執政 在執政的時候 如果是以一黨之師 為特定人量身打造的制度 我個人是起起以為不可 拿國家的制度在開玩笑 等到發現 社會反彈太大 解套不成 結果整件事情殺手不管 你們關心誰 只有關心特定的政治人物可不可以選 真的關心新竹市跟新竹縣的縣民 你們今天的具體作為 就不會是這個樣子 擺爛 擺爛 也不是啦 也不是說擺爛啦 因為我們還是有在做嘛 我們在完備完略在進行當中 2023年做了什麼 針對新竹縣市的合併 做了什麼評估 做了什麼規劃 做了什麼推動 我具體的請教你呢 我審討持續的時間當中 除了你說 老掉牙的行政區為劃分法 研議了半天 研議到519要下台都提不出來 除了這個以外 你還有什麼可以說的 也不必然一定要跟選舉劃上等號 沒有 不是我跟選舉劃上等號 是整個操作 是民主進步黨的操作 把他跟選舉劃上等號 怎麼會是我把他跟選舉劃上等號呢 民進黨做的事情現在要賴到我頭上 這樣不對吧市長 不是啦 好沒有關係 主席已經站起來了 我尊重主席 謝謝 非常謝謝黃國昌委員的質詢 謝謝